好 今天我們要甜甜大家的嘴 但是這個甜呢 是怎麼樣 更養生的概念 當然大家就可以笑呵呵啦 OK 老師今天我們剛才呢 這個已經完成了好多 好多都是跟今天 都是跟黑糖來做結合的 那接下來老師說 哇 連鮮奶其實都可以跟 我們的這個黑糖 對 其實像那個 小朋友暑假來講 他們早上不是都會喝那個奶茶嗎 對 像外面賣的奶茶 大部分都是用的是奶精 那我們就用鮮奶 做成的一個鮮奶茶 那這有兩種 像如果說是我們在喝熱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把那個鮮奶 微波加熱 然後加這個糖塊 那如果說碰到小朋友的話 那其實你看這個 這個有時候稍微 這個是我們事先先做好的 這個黑糖去把它結成的洞 冰塊 對 有沒有 那直接把那個黑糖水 拿去結成冰塊就對了 然後放進來 對 那假設我們是用奶粉泡的 太熱了 小朋友不吃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 有沒有 稍微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讓它去裡面化 對 讓它慢慢融化 你看那個奶茶 開始在變顏色 對 對 好聰明喔 這是一個方法 那再來 我們也可以把它 像現在很流行 什麼寒天粉啊 蒟蒻粉等等 我們做成這樣的一個洞 喔 做成一個這樣子的洞 像很簡單 我們快速講過 是 就是用寒天粉 然後水 然後跟黑糖 好 寒天粉這樣子 你測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寒天粉 然後水跟黑糖 是 然後去煮 去煮 大概這樣子兩瓶匙 我們用500cc的水 那黑糖的甜度 可以 隨我們自己的口味 一塊到兩塊 然後大概 就可以結成這樣的洞 有沒有 好可愛喔 你就直接把它放到 對 直接放到模型裡面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有沒有 你看 這樣子 有有有 是把你弄出來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什麼形狀都有 鳳梨 蘋果啦 香蕉啊 這樣子就可以 其實這樣的口感 我覺得很好 可以取代有點 類似像那個珍珠有沒有 對 像我們喜歡吃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那我們 知道說 外面的那種市售珍珠奶茶 有時候我們會比較擔心 它的衛生啊 等等的各方面 是 我們自己就把它 如果說又丟到這個裡面 有沒有 那羊餅 我就如你所願 說來就來吧 對 你可以把它切成這樣子 大塊的珍珠 看你是要大珍珠 小珍珠 可是我就先吃洞 對你可以先吃洞 這樣子一杯 有沒有 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把鮮奶倒進來 好香喔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欸 這就很像珍珠奶茶的感覺啊 這樣就很像珍珠奶茶的感覺 就這樣 很簡單 好聰明 然後這一杯就完成了 很快吧 所以如果它變咖啡也可以啊 對 變咖啡也可以 咖啡 你放那個黑糖也可以 就這樣子 我快來試一下 對 然後 如果說喜歡甜一點的話 你在鮮奶的部分 可以加一點那個甜味 對 好 那如果說我們就用果凍的甜 這樣子也是OK 好 很讚 對 我們下次吸管放大一點 大一點才吸得到 大一點才吸得到 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 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